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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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帅李 拿来了 都处备好了 好 你们弄吧 来 泽国江山入战图 声名合计乐乔苏 平均默化封侯氏 一将功成万古窟 何公 这是曹松的己害岁 是 你要发这首诗 说明他对您和了解 有特殊意义 一 二 等等 储君第八军 剑系排长廖杰 谈谈你入伍的理想 我像大霸一样 南中北战 屡立战功 成为一名优秀的司令官 你小子什么样的实话 都冒出来 虽然老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一个好士兵 但是你 真的认为 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 就是 打多少胜仗 剑多少战功吗 不打胜仗的 还叫什么军人啊 大霸 大霸 从小就看着您 一直带着这枚军灰 没听见说过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呀 你翻过来看看 是 甲子一号 当年我跟你父亲 一起跟随孙先生 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那年 我们一百二十八个人 组成了一个赶死队 发动了横州起义 那是为了侧应 武昌手艺 这个军灰就是 当时发给每一个人的 你父亲 是甲子一号 我是甲子二号 我们起义成功了 但是 活着回来的只有 二十八个人 我知道 父亲就是那场战役 牺牲了 后来我们二十八个人 又重新组建了新楚军 十多年的仗打下来 二十八个人只剩下了 我和中庭峰两个人 我见过战功 也得到了司令这个徐明 但是你父亲呢 一百位起义的兄弟们 还有十多年死在战场上了 那么多的兄弟呢 还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 在战火中赏命的 他们得到了什么 你还记得我叫你的 草松的那首《鸡海碎》吗 记得 我当时跟你怎么说的 则过江山 如沾土 生民合计乐乔苏 暗室之乱之后 冰黄马乱 生民独胆 长江泥南也成为了战场 老百姓就连打柴割草 这儿子 乔苏之老也享受不了 还有 后两句了 平均默化 丰厚实 一将功成万古枯 一将功成万古枯 所谓的战功 福明 不都是由雷雷的尸骨堆出来的吗 不是我想打仗 是我们这个国家处在 水深火热当中 需要军人来拯救它 一个军人不能老想着 打多少胜仗 建多少战功 将来能不能封厚败乡 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 是窒息战火 保家为民 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 半号司令门 你把这段剑袭派长了解 明居于心 好的准备啊 一二三 把这个发给他 他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首长 首长 司令 组防部 首队令的地板住 什么啊 赶紧找 好 好 好 快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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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难找吗 马上 马上 说你堂堂的电信这个复杖 这么机密的文件 说找不着也找不着 对不起 对不起 很快 很快 回来 快点 回来 快点 对方应该是收到了 好 注意回电 是 好 厨师 好 都长 这封从松江发来的电文解码方式很奇怪 我没有看懂 重江的电文啊 来 廖司令 给我看看 这 廖司令这恐怕是 恐怕什么样 拿来 廖司令 您在这儿啊 这是来电信处试查工作 前三号长 廖司令来这儿 找那个撤退令的地稿 撤退令的地稿 人找错地方了 不在这儿 在我办公室 怎么在你这儿 重要的电文我都是亲自保管 这不是松江给我的电文吗 怎么到您手里呢 给您 你跟松江还有联系啊 廖司令 我不光是士兵团参谋长 兄弟我还在国防部 政工局监着差呢 这些是党内的事物 现在还不方便跟您详细汇报 我还真对你那些事不感兴趣 我就想找我的地稿 跟我来 是这些吗 国防部撤退令的原件 谢谢了 廖司令 刘布 还有事啊 倒也没什么正事 只是想私下跟您说两句心里话 有什么话留着以后再说了 我现在着急回去通知难车 廖司令 四十岁的人了 荣马生涯二十多年怎么还这么幼稚呢 你六军 是奉了总裁亲令撤退的 廖司令不会认为国防部的命令 能大过总裁的首领吧 我是军人 只是听国防部的命令 那国防部要听谁的命令 没错 总裁现在隐退了 可当年袁世凯薛职回向城 段祺瑞下野回合肥 他们都真的下野了吗 历代总统之所以 要钱要不到 调兵调不动 就是因为高级将领们都去西口听总裁面命了 总裁 你别看他闲云野鹤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西口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 藏了七部电台 他人在不在总统府不重要 他在哪里 哪里就是总统府 你 我 士兵团 所有人 头上都有一根线 那根线 在总裁手里攥着 因为党国 只有一个领袖 党国不是一家一性的 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那是权打于法 我不管你们的现在谁手里 我了解 只听国防部的命令 其实您心里还有疑虑 我们现在就给国防部拍个电报 看看他是怎么说 等副电还需要一点时间 来 喝一杯水 我跟您说两句 掏心窝子的话 总裁能在如此的危机关头 把这样的重担交给您 说明他对您有着足够的信任 您又何必呢 那么认真 这会伤了总裁的心哪 不过没什么 人心嘛 难免有动摇 别说您了 就算秦老帅那样的前辈 你也有战力不稳 脚底下打花的时候啊 我希望你把话说清楚点 你还不知道吗 松江 在《殷千速》里上 在《殷千速》里上 秦老帅居然跟共产党的市长 兼并着肩 抬官 叛徒殷千速的下场就在眼前呢 他怎么还站错了队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钱这么成 应该是背评人吧 想必没有下王打过鱼 这还真没有 从前我竟读书了 没打过不要紧 想必应该知道 鱼死网破这个成语吧 此类 要说打鱼我是完全不懂 要说到成语 我觉得用在这儿 似乎值得商榷 因为秦老帅 一看就是能长命百岁的人 只不过是少了些年纪 又有点糊涂 不过咱们总裁 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他会尊重老前辈 更何况 有您给坐着镇 秦老帅就算捅出更大的娄子来 您也能够给他弥补的过来 因为不看僧面 看福面 只要您能誓死效忠党国 我想总裁 是不会跟秦老帅计较这些小事情 报告 司令 参谋长 国防部福电 福电来了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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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来 你是不是今天把兔子在车上给拦一下 一个都没跑 兄弟 传令 我帝师兵团正式接手恒州防务 平均默化丰侯氏 一将功成万国库里 这还了得吗 秦贺年的劝祥电报险下就送到廖杰手里了 这个保密局是干什么事的 电信员 是 给毛仁凤发电报 是 毛局长 在行动的配合方面 规矩口口声声保证绝无隐患 但就在十分钟前 秦贺年的劝祥电报险些直送 廖杰手中性被我处揭霍 随暂告危机解除 此事也着实可恼 我处将很快对了解贪牌行动 希望贵局 务必尽快除掉秦贺年这个隐患 不要再出差错了 相信贵局 包括毛局长在内 谁都不想 为了总裁的大警 称千罪人 公布新闻是总裁的命令 你想做总裁的主吗 行动为什么失败 你自我反省 就在刚才秦贺年的劝祥电报 险些送入廖杰的手中 你的失败差点酿成大祸 坏党国大计 现你二十四小时之内 肃清隐患 能否做到 明日上午九点之前回复我 我相信你的能力 往再无辜负总裁和党国 对你的信任 毛人风 迟铁城是秦雪的亲生父亲 这事我听了都觉得意外 你们的考虑是对的 秦老先生责任重大 这个真相暂时不宜向他捅破 以免扰扰了他的思维 出现不必要的波折 现在看来 秦家的工作非常重要 曹比达 你留守 全权负责 欧阳 此书牧女男人的工作 就交给你了 我知道 要多加警惕 不放过任何线索 是 是 不放过任何线索 不放过任何线索 你还记得吗 你小时候 我也给你做过风筝 记得有一回 我给你和铁城一人做了一个风筝 可他呢 偏说你的那个比他好看要跟你换 你不肯啊 那时候还小 后来不是也换了吗 那时候我把你拉到一边 我跟你说 铁城霸道 我要你让着他 让就让吧 你呢 从小性子温和 宽厚 于是也不计较 可是铁城正好跟你相反 性子霸道 吃不得亏 反正有一点是只要不合他心意 就闹起来没完没了 所以我总让你 让着他 让着他 这让着 让着 让他习惯了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就一个风筝了 一直风筝无所谓 让就让了 可要换成是你自己心儿的人呢 你也让 让他跑 那天啊 你被信的时候 我也听着 那一封封信 一字一句 都是你对孩子的感情啊 我这老头子听着 心里也怪难受的 三年来这一天天的 哪天不是你亲手给孩子做的饭 哪天放学 不是你接的他 孩子病了 你比他还难受 恨不得替他生病 孩子要是高兴了 你比他还舒坦 只要他想要的 我敢说 就是天上的月 你都恨不得摘下来给他 三年了 要是养条狗 送人都舍不得 别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了 你早就把孩子 当成自己的骨肉了 现在就凭得铁成那几句话 你真舍得把那块肉割下来 给他 老天 我是舍不得 一开始 我是看着紫书和小雪无依无靠的 觉得他们可怜才就照顾他了 谁知道后来 他们俩的善良 和对我的依赖 反而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了 他们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让我能像现在这样 过上平凡而踏实的日子 您说的没错 在我心里 小雪就是我的女儿 就是我的心头肉 要把这块肉割掉 我非常疼我 最开始 我是因为驰铁成连紫书的名字 都不记得了 我非常地气愤 我觉得他根本不配当父亲 当丈夫 所以我没有把紫书和小雪的消息 告诉他 后来的日子里 其实我都想过 我想干脆告诉紫书 这铁成已经死了 否则永远回不来了 好让他断了这份念想 可还没等到那一步 驰铁成又回来了 他回到松江以后 又是无恶不作 满杀无辜 我就更不敢把他们母女俩交给他了 直到今天 我知道驰铁成的刺杀计划里 竟然有小雪 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卑鄙无奈 才把真相告诉了他 我承认 越往后我的死心越重 但是紫书和小雪等了 直铁成整整九年 我就能因为我这点私心 去阻止他们一家人团聚吗 他有什么资格认回孩子啊 就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 是你在一直照顾他们母女俩 你才是真正关心他们的人 而且啊 你总是为别人作相 总是让步 你就不能为自己好好地活一回 再说了 铁成的性子你我还不清楚 你以为他会为了一个刚刚冒出来的孩子 放弃他的任务 放弃狙击 你再好好想一想 让孩子跟着他 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排吗 师傅 该休息了 你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 妈妈 妈 是不是妈妈吵到你了 没有 就是我睡不着 来 妈妈 你说 苏爸爸他现在会干点什么呀 妈妈 他会来接我吗 他答应的事 这一定会做到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妈妈 你弹琴给我听一杯 好 想听什么曲子 就听爸爸最喜欢的那首 永远的微笑 好 好 那我来弹 在哪儿一起唱 心上的人儿 有笑的脸庞 他曾在山丘 给我春光 我来说 你不想听她的脸庞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想听她的脸庞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想听她的脸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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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凌 你和震鹏准备一下 帮我去录制两个信息 秦老师早 您这儿去哪儿啊 爸 我出去打个电话 那陪你吧 不用了 就咱们吧 没事 咱们陪你吧 您哪 现在可是 咱们专案组重点的保护对象 慢点啊 保护您哪 您哪还是任务 怎么突然要请假呀 发生什么事情了 倒是没什么大事 小雪昨天受了惊现 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 那得去医院呢 我先陪他在家休息点 观察一下吧 那好吧 有什么事啊 你尽管开口 待客的事情我来安排 都是老同事了 不用怕麻烦啊 谢谢您 黄小长 好 好 再见 黄小长 钱给你 好 现在 校长 有把客 副组长 刚才秦老师给学校打了电话 给他和小雪请离间的假 副组长 你昨天分析他真没错 紫书公里一大早就请了假 十有八九 是因为苏文谦或者迟带成 今天会给他们实施行动吧 我们松江站全套人马 把他的名单全在这儿了 我说你们这一大早晨的到这儿来 一开口就要我们松江站 所有潜伏人员的名单 请迟组长 要找什么呀 不嫌累啊 我们都是大国的人 只要你们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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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能不帮忙吗 事小 就不劳方站长大家了 民族的民族是这样 我来找到这儿来找到这儿了 但我们对我担心 完全没有 到底是怎么して 那我听到这儿了 我开口就去了 我觉得一切 我给你送一个 我开口就要 我开口就行 了 不管怎么办 我明天 我开口就要 你开口就行 就到这儿了 我去 这些除了船厂的就是码头的 还有高水路运输的 都和航运也有关 你们找这些人干什么 方站长 你现在不用多问 我师父自然会告诉你 麻烦你啊 所有这些我们选中的人 通知他们 做好准备 随时供调度 好 知道了 有件事 想请教一下方先生 别说请教 请讲吧 郑德江这个人 在航运的资历怎么样 大通航运的乡里老郑老师 这个人在大通航运 搞水路运输 已经有些年头了 大通航运在松江 也算是小有名气吧 老郑这个人 资历老 会做人 在松江航运业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 航家之一了吧 这个人可靠吗 有你说的 我们松江站的人 个个是好汉 人人都靠得住 放心吧 老郑是我们松江站 资深的情报员 这阵没问题 看了就好 马上安排我们见面 不许可爱 不许可爱 你男人我吃饱了 才吃多少啊 一会儿又喊饿 也不想吃了 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是预员弄王先生头上来接太太的车吗 您怕是弄错了 这是方先生去公司接棚子的车 是我记错的 没错 我要找的就是方先生的车 你好 情报处的郑泽江 这次找我什么任务 郑长 这水埔主整天神神秘秘的 先要看咱们占领人的名单 后来又要说建老郑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石叶城的这几个徒弟 这块烟得狠 什么东西都掏不出来 谁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单 也许昨天晚上 石叶城又给局里灌了迷魂堂 要不然我要查水母当年在松江的行动档案 居住莫名其妙地回了一个 等到早晨九点以后再说 站长 咱们摸不着他们的底 把人全部交出去 心里不踏实呀 那能怎么样啊 看局座的态度 是更相信石叶城吗 你别老在我这待着 先回份老师吧 等到快九点的时候你再过来 等到局座的火会变 希望到时候 能够等到局座的好消息 左手雕刻着抱歉 颤抖的右手道别昨天 你我转身 你我转身 已沧海上天 胆草汹涌的平淡 太轻阳 你我转身 你我转身 忍神 虚忍 太转身 一身 恬身 你我转身 凉身 试探 悲试探 街际握旋 不放下 再拿起 闭一只眼 结局 总会 峰会路转 等它照亮 无尽的黑暗 无患是埋在 我心中不灭的火焰 陷入陷阱 一弯狂蓝 瞄准灵魂 何余山 欠我自天的光 瞄准灵魂 何余山 欠我自天的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